这一场CES拿了30分 然后牛海币的话12分 Hawu的话10分 17有9分 Pyro2分 然后FM这里没有拿到分数 FM的分数真的 感觉非常危险 因为FM的一个就是 这个积分赛已经打完了嘛 两天 我们看一下总分吧 这个总分的话 TwistMad的125 这是两天打完之后 牛海币的话 两天打完之后是113分 TSM89分 VLTH80分 这都是前四还是毕业的 然后后边的队伍 因为也有这个打过两天 打过一天的 要看全部打完吧 17今天34分 只能说几个 明天也得奔着这个目标 甚至往上去 对一定要有单局 或者几局的这种爆发 拿高分 至少说坑没有挖太大 稍微保了一个 就是基础的保底分 目标66分左右吧 对 66分最好66级以上 对 现在就是心态先稳住 对 然后手感的话 找机会去找 明天微博给米要加油 对 25分的话 其实也是挺危险的 好 来看一下明天的一个预告 对 明天就是地图 还是先爱伦哥开 然后米拉玛收尾 是的 明天也是AC组了 AC组最后的对决 就看决赛是哪些队伍了 赛程其实并不 就很短暂吧 其实也是 真的很短暂 就全靠爆发吧 就是因为这一次 我们有这么多的三赛队伍 但其实在一开始的小组赛里面的总局数 都不够这些队伍每一局吃一局圈 所以说还是要看你队伍的正面能力 跟爆发以及场上的决策 你就像CES前面其实拿的是这种及格的分数 但是在最后一局里面有超高爆发 那就是奔着最后可能冲击排名去了 对